好 我們現在跟老師介紹就是這個 就是所謂的IP攝像頭 那您看一下吧 沒有切 抱歉 抱歉 這樣有看到了嗎 有上電視了喔 可以齁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要講解這個東西 我就拿來這裡 這樣有沒有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那今天如果說我們想要看一下 欸老師這邊的東西 或者同學這邊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有一個舌管 這樣是比較方便 比較不會晃動 你看我們這樣子 其實還是用手拿會不會晃動 還是有 所以如果說我放 好 這裡才拿出了 我們看這裡 啊 你家 好可怕齁 這裡 這樣子 比如說同學在做畫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拿到旁邊 你就可以投影到大螢幕上啊 或者老師您在做示範的時候 要不要一個小朋友來這裡拿著 不用啊 你就夾著就好了啊 好 這樣 這樣是不是比較OK 那麼您在看著這個過程 如果說您發現 欸 這邊好像沒有對焦好 你往下走 有沒有一個自動變焦 你可以把這個畫面 我先縮小一點齁 我先縮小一點 您看一下 這樣子 我可以把焦距 有沒有再拉近一點 好像一個網 網路的那個監視器 那個監視器一樣 對不對 你了解意思了嗎 那 這樣子夠嗎 不夠對不對 如果真的燈光不夠了 比如說老師您要做一些 生物觀察啦 或者是比較暗的情形之下 我可以叫他把閃光燈打開啊 有沒有 你看 來 老師你看那邊閃光燈有沒有開 有沒有打開了 我們用這樣有什麼好處 無線啊 沒有線 老師都有用過那個食物投影機嘛 食物投影機會不會受到線的影響 而且 對 重點啦 老師很大台 要不要去借 要 壞的誰負責 自己 但是借人啊 哈哈 這個壞的誰負責 自己 對啊 只是 你這些舊的手機請問你 你擺在家裡也是擺著 躺著也是躺著 為什麼不叫他出來做一點事情呢 哈哈哈哈 那不是這樣 對不對 他可以 有很高的殘餘價值 因為上面很多的東西 你買那一台 絕對不會比買 我這個什麼 網路攝影機那個便宜吧 對不對 只剩最小的馬骨要全空啊 上面有很多感應器都可以用啊 那我們剛剛這個部分呢 也不是只能這樣子喔 你可不可以拍照 可以的 在這裡有沒有拍照 所以如果您上課要做所謂的什麼 教學紀錄 拍完了 直接另存啊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當然如果說您是有需要 真的用到食物投影機 不可否認 真正的食物投影機 顯示的那個影像應該會比較好 效果應該會更好一點 可是 如果你不是常常都要用到的 或者有時候借不到 對不對 因為畢竟學校可能就一兩台 你借不到的時候 你這個帶著走 隨時都有食物投影機啊 對吧 所以其實我蠻鼓勵老師 其實可以嘗試看看 因為這個使用方法 其實不會太難 不會太難 嗯 有 仔細度這裡可以調整 你們看一下 這裡有高級設置 你們看 有沒有 視頻的辨識率可以調整 好那這個 這個就看每一個手機的那個 好你原本的照相機 能夠拍多少 跟這有關 再來就是什麼 跟影片照片 剛剛這個是視訊的 有沒有 拍影片的 這個是拍照片的 有沒有發現我這台可以拍到 這麼高 所以可以啊 如果你把這個解析度調高 那待會我拍出來 這一張就會比較大張啊 這一張 拍出來就會比較大張 欸它真正的尺寸 是比較大張的 有沒有 會像這樣子喔 那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呢 它有兩種拍照的方式喔 一個呢 我們剛剛這種拍照 是不是在電腦端 就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個 點到儲存照片 這個是直接存到手機裡面去的 所以 手機裡面 欸 順便要提一點 請問這個要不要裝信卡 不用啊 如果你是散發蘋果瓜 買了藥 哈哈哈哈 Android的不用 欸 因為我知道 像iPhone4 因為我家也有一台iPhone4的 那 你如果沒有擦手機 是完全不能用啊 不是擦那個信卡 是完全不能用 欸 所以 所以 老師是不是會擦信卡 你可以下我的App 不用啊 不用啊 不用擦信卡就可以下的App 對對對 也不用上網啊 因為我是用那個手機的熱點啊 手機 你們現在不是很多都吃到飽了嗎 對啊 啊別人沒有吃到飽就分享一下 你不是會按你們熱點分享 所以我現在是把桌上型的這個電腦 加上了一個什麼 無線網路卡 有沒有看到 我這裡有加一個無線網路卡 有沒有 所以你看我剛剛插一個小小的 就是讓 像我的這台電腦具有無線網路的能力 對不對 那他去跟我們的手機 是不是做連線 那手機把網路分享出來了 我就跟他做連線 好 所以透過這個連線 你看我們就 在電腦段你只要輸入 輸入他分享出來的那個網址 我就可以連過去了 好 就可以連過去了 不用啊 手機完全不需要上網啊 他只是把那個 當作一個熱點 但是他不會連到 真正的網路上去啊 不是不是 他只是一個無線網路而已 他並不用真正連到我們 真正的網際網路上啊 也就是說我只在這邊用而已 只在這裡用而已 那開熱點是最貴嗎 我去久的就是送無線網卡 因為我去久的講這個主題啊 那趕快下一個主題 199到299啊 你蒙徐老師啊 哈哈哈哈 徐老師這樣 我都撒到你了 這樣了解 所以其實 請問老師這樣子 你要花費多少 我還有幫你算一下 我昨天還特別去問一下 那個蛇管有沒有 大概要花多少錢 蛇管的話呢 我現在有發現有100塊的耶 不過我是覺得不好用啊 因為他是像我們那個 腳踏車那個鎖頭那一種的有沒有 塑膠的 可是你看我那個 我這裡還 我是用這種的 就是 呃像那個鋁管 鋁的 所以那個蛇的感覺不一樣 你用那種塑膠的 他現在100塊 連這個都變成塑膠的 連這個也變塑膠的 所以我跟他說 很粗暑的 所以 欸 皮質真的有差 手機好像有點危險 啊 舊手機你掉的不會痛啊 對不對 反正你平常就是要他躺在家裡的啊 哈哈哈哈 你了解齁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是因為你要夾比較方便 當然現在也有那種就是那個自拍神器有沒有 也有那個可以張開的 可是因為他不能彎 所以你可以 如果你是平面的OK啦 但是如果有時候像我們需要一些角度的 可能我就覺得就沒有這個好用 嘿 而且這個也可以這樣嘛 哈哈哈哈 你沒有看過有人用這樣子的啊 對啊 因為他可以轉角度啊 對啊 所以重點是我們需要用他來做一個比較穩定的一個動作 不要讓畫面這樣一直晃來晃去的 所以我想這個呢可能時間上沒有辦法跟老師講太多 但是您可以做個參考 不會的通通可以先問一下後面那位 哈哈哈哈 好啦齁 所以我們今天大致上先站到這邊 希望今天這樣跟老師的分享能夠對老師的教學上有所幫助齁 嗎 這個呢 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